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针研一个很精彩的篇章 在今天这篇篇章里面智慧化身成为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在大阶大汗宣告 去呼吁大家招集门徒 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跟随由上帝而来的智慧成为上主真实的门徒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 你是智慧和生命的治愈者 求你教导我们从骄傲里面回转过来 让你的名 敲冠我们 让我们离弃无知 祢都让祢的话语指示愈会的我们 进入祢的生命 进入祢的智慧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求 阿们 第一章 智慧呼唤人 智慧在街市上呼喊 在广场上高声立喊 在热闹街头呼叫 在城门口 在城中 发出言语 说 你们无知的人喜爱无知 傲慢人喜欢傲慢 愚昧人恢惚知识 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交贯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因为我呼唤 你们不听 我招手 无人理会 你们忽视我一切的劝戒 他听我的责备 你们遭难 我就发笑 惊恐临到你们 惊恐如狂风来临 再难好象暴风来到 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 我必痴笑 那时 他们就会呼求我 我却不回答 恨切尋求我 却尋不见 因为他们恨护知识 选择不敬畏耶和话 不听我的劝戒 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所以他们要自食其果 保障在自己的计谋中 如梦人背道 害死自己 如梅人安逸 自取灭亡 为听从我的 必安然居住 得享宁静 不怕灾祸 今天我们来到 针言的第一章二十节 在针言里面 有两个很重要的篇章 一个就是 现在针言一章二十 直到三十三节 另一个就是 针言第八章 这两篇的针言 我们称为自慧众 这两篇的针言 自慧都化成为人 而去吸引身边的人 去招聚成为他的门徒 而我们见到 由于针言的作者 他的对象是年轻人 所以很有趣地 在这两段的 智慧的诗篇里面 将智慧化身为一个女子 而这个女子 去吸引一帮 跟随他的门徒 这个令我们也想起 基督耶稣 去呼召他的门徒 去跟随他 在跟随他当中 得着生命 我们见到 智慧好像一个女子一样 在这个大街大巷 那里不断呼吁 叫年轻人 去归来 成为他的门徒 但有三种人 是不愿意 成为智慧的门徒 到底哪三种人呢 在经文第二十二节里面 讲到 他们有一些叫做 无知的人 有些叫做傲慢的人 有些叫做愿会的人 这三种人 都不愿意受智慧的分徒 的而且确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充满傲慢 充满愿会 和无知 是会阻隔到我们 去经历到上帝的智慧 在经文里面 去讲到 我们求上帝的灵 灌注我们 让我们受着上帝的责备 而回转 以至于上帝的话语 能够引领我们的时候 这样 我们就能够 除去傲慢 除去愚昧 和除去无知 成为智慧的目睹 刚才在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 无知 愚昧 和愚昧 是会阻碍到我们 成为智慧的门徒 刚才在经文的分享里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收取门徒的经历 令我们思想到 昔日耶稣基督 去招集门徒一样 到底怎样阻碍到 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呢 一个无知的人 永远不知道自己是无知 一个愚昧的人 也都不知道自己是愚昧 不过一个骄傲的人 一个愚昧的人 他很清楚 自己眼里面没有其他的人 眼里面都没有上帝 他将自己过于高估 当我们能够虚心 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开始踏出第一步 愿意能够成为上帝忠心的门徒 当我们能够除去傲慢 我们开始会知道自己是无知 当我们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时候 我们心意就会愿意回转 回转回到上帝当中 我们愿意悔改 当我们有一个悔改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由上帝的话语里面 一步一步教导我们 由愚昧的生命 变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生命 这样我能够真实地成为基督的门徒 也能够成为智慧的门徒 所以这里都给我们看到 敬畏耶和华 还有成为智慧的门徒 同身约里面 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 其实是一默相成 他给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要做一个 充满上帝的智慧的人 首先是要敬畏 当我们有这份敬畏的心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开始 过一个跟随上帝的生活 跟随上帝的生活 就是一个没有了自己的生活 当我们愿意没有了自己 心目中认为是对 认为是好的事 而是将上帝的眼光 来到去改变了成为我们的眼光 将上帝的心意 改变成为我们的心意的时候 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 才能够忠心地 用我们的生命 去回应他的呼召 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配得 称为一个谦卑 追随上帝 跟随智慧 合乎上帝心意的门徒 今集背中的金句是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 搅灌你们 将我的话 指示你们 斟言一章二十三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